早安 冒着时大时小的雨势 持续一大早就站在各区重要路口 跟来往的汽机车驾驶人 以及民众请安问号 并且在各区显眼的重要地点 树立大型看板 积极的行动就是为了回应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到基隆新春团败时 校正2024 一定要赢回基隆这一席立委的喊话 我们是在为了继续努力继续杀根 最后我们团结努力 基隆我们一定要把立委这个习势 赢回来好不好 面对一年不到的立委选举 国民党年轻世代 也是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市议员林佩祥 挟带连续两届安乐区市议员 最高票的实力 积极备战立委选举 扩大服务 当仁不让 情能捕捉 又有另外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的 叫做天道酬勤 那佩祥身为国民党的议员 上次朱主席听的 朱主席所讲的 我一字一句都有听进去 不过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是现任的立委 立委习次不在自家人手上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别人更努力 更拼命 更展现出我们的决心 而这不是只有蓝的决心 而是全基隆市市民最基层的声音的决心 所以佩祥当然不会缺席 也会尽全力 尽最大的努力去走遍西区 去拜访所有人 所有我们的乡亲 尽全力 然后未来争取和扩大服务的机会 林佩祥认为国民党提名的立委人选 最有可能对上的是民进党现任立委 尊重党的提名机制 如果万一需要办理党内立委初选 用全民调的方式才最符合民意基础 我甚至认为党内初选是个比较好的机制 因为只有党内初选之后 所出来的人选 大家愿赌服输 一致支持这个人选 那或许这样我们会避免实质上的分裂 如果只是协调 那有些时候或许没有办法去达到实质上的团结 所以我个人如果协调不成 有党内初选 我一定党内初选参选到底 提过因为我们是挑战现任的立委席次 现任的立委是执政党民进党的席次 所以我会认为推出一个最好的人选 最有战斗力的人选 来挑战现任立委 那是最恰当的 因此我认为全民调是无庸置疑的 而且从各区不只是基隆 各地区包括台北 包括苗栗 包括新竹 很多地方他们的党内初选 是加上党员投票之后 反而造成很多裂痕 像是某某人不支持我 跑去支持别人 那之后我对这个人可能心里不太舒服 所以我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样的状况 让一次性的全民调初选 来决定谁是最强的挑战者 林佩祥强调面对民进党现任立委的实力 国民党也必须选出最强人选 才能在2024一决高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